大家好,歡迎參加古物古籍辦事處的網上講座 我們今天的講座是比較特別的 今天的講座是三個小時 由三點鐘到六點鐘 我們有兩個講題,有兩位講者 他們都是來自珠海學院建築學系的專家 先後會為我們講解的 分別是吳鼎學博士和杜永德博士 我們今天這個特別安排 其實是為了響應4月18日的國際古籍為止日 國際古籍為止日是一個國際性日子 世界各地在這一天都會有不同的活動 用來推廣古籍文物 今年的國際古籍為止日 就適逢復活節長假期 所以我們古物古籍辦事處 在未來這幾天都會和珠海學院建築學系 合作舉辦一連串的網上講座 和網上工作坊給大家參加 今天我們首先會由吳鼎學博士 跟大家講解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的美學 結構、營製與環境 讓大家對傳統建築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然後就會由杜永德博士 去為大家講解 現代科技如何讓文物保育從二為走進三為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現代科技在文物保育上高的應用 現在我們先將時間交給第一位講者 吳鼎韓博士 謝謝Edwin 好的,多謝X 好,多謝X 寫字幕 各位大家歡迎來到《國際古籍遺產日》 我叫吳鼎航,Edwin 我是來自這個香港珠海學院建築學系的講師 今天我就和Dr.Keng一起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國傳統建築的美學結構、營製和環境 第二部分就會由Dr.Keng和大家分享 現代科技如何讓文物保育 去由二位走入三圍 首先我們講到中國傳統建築這方面 我想第一個印象一定會想到北京的紫禁城 它是一個清朝時候建 應該是一開始是明朝那時候建的 一直不斷修善、完善、重建 我們現在看到這是最後期清朝的時候的作品 現在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北京紫禁城的一個清代傳統建築 其實代表著我們中國傳統建築裡面建造 技藝的一個最高的一個等級 去到這一張的平面圖大家可以看到 前邊它的整個皇城的設計其實是前朝後寵的 前朝就是說前邊是有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 這就是皇帝在異朝政、異事的一個地方 而後邊的乾清宮、交太殿、昆寧宮和御花園 就是皇帝和他的妃子居住的一個地方來的 其實中國傳統建築的歷史是非常非常久的 差不多有四、五千年 如果我們可以調查一些歷史的記載的話 至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 那它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怎樣去看中國傳統建築呢? 我們第一眼看到它就覺得它很壯觀、很漂亮 是吧? 庭屋頂也好或者它整個皇城的一個設計也好 都非常齊整的 那我們怎樣去看這些傳統建築 怎樣去理解它的尾呢? 那今天我們就會由這個問題入手去看 那首先呢 這一位是梁思成 梁思成是我們中國建築歷史的一個專家 也是建築師、城市鬼懷師 或者建築教育家 那它一生都是自力於怎樣去保育中國傳統建築 和這個文化遺產 那大家知道中國傳統建築其實分很多種的 它有木構建築 有專食建築 有不同的類型 有塔 有寺廟 有民居 那其實這些所有呢 最可以代表我們中國傳統建築文化入面 其實就是它的木結構建築 那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 當時它在美國的U-P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回來之後呢 它就對當時現存的一些木結構建築 中國的木結構建築 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研究 那根據它的經驗呢 它覺得中國傳統建築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分別是豪徑的時期 純和的時期 以及一個基值的時期 那它依據什麼或者是它根據什麼的原則 去看這些中國建築 而將它分成這三個時期呢 那我們首先去看 第一個時期是豪徑時期 那梁思成先生就將它定義為 其實就差不多是唐朝 就是公元600年到900年之間 唐朝和後來的寮代及宋初這個時期 它將它分為豪徑時期 而中間呢 去到宋朝開始 一直到元朝 就它將它定義為一個純和的時期 而最後呢 由明朝和清朝呢 即是十三世紀到我們十八世紀的時候 它就將它定義為一個基值的時期 那它將中國傳統建築分為這三個時期 它的依據是什麼呢 那下面這張圖就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了 那它是根據這個木結構建築 的特點去分的 首先呢 它認為唐朝的建築是最靚的 是最 它定義為敬浩時代 因為大家看到它的斗拱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知道 斗拱是中國傳統建築一個非常非常特點的一個構件來的 那這個是西方建築裡面是看不到的 那唐朝的建築呢 它的斗拱是非常大的 那一路去到清朝它的斗拱是變得越來越小的 那中間去到寮代其實它就慢慢變了很多宋朝啊 元朝啊 明朝啊 甚至到清朝 就根本就那個大小就縮小了至少一半這樣 那梁思成先生他將唐朝和寮代和宋初的建築去定義為一個毫敬的時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的木鐵扣 特別是斗拱裡面的每一個扣拱 它都有本身它受力的作用 簡單來說呢 就是你拿走任何一個扣拱都不行 每一個扣拱都可以都有它本身的作用 去支撐屋頂 去支撐樓啊 支撐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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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這些斗拱它都還有受力的作用 那一路去到清朝呢 它其實就剩下它前面 柱上面的這個斗拱它才可以受力 其他的斗拱呢 它更多是一個裝飾的作用 是一個裝飾建築本身的作用 所以它不是一個受力的構件 某些地方 特別去到清朝的話 你如果見到建築 比如說北京的紫禁城 故宮派和店 它除了柱上面的斗拱可以受力 其他和鑽角的位置受力 其他的斗拱很多都是裝飾 就是說它可以拿走 所以梁思成先生他覺得呢 中國傳統建築呢 根據它這個斗拱 第一 其中一個原則就是根據它斗拱的大小 是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斗拱可以看到是新西佛光紫大墊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斗拱是非常大的 因為它受力的嘛 它每個都受力的 看到這一張側面圖 它其實都可以看到它每一個扣拱 都是支撐著整個屋頂的 比如說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其實它都是支撐著那些糧 支出這個屋架這樣的 這個是尿代的 尿代是現在山西應縣佛光寺的石家塔 它是建在公園差不多一千年左右 至今已經有超過一千年了 它高大概有六十五米 我想六十到六十五米到六十八米之間 如果我們按照現代建築的樓層高三米來計算 這個順目結構的樓層是有二十多層樓層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現在超過一千年它仍然在這裡 而且它裡面是沒有用任何的一個 全部用木結構裡面的一個筍某的結構 沒有用額外的丁 或者木丁 或者竹丁 或者鐵丁 去幫助它這個構件的連結完全是用筍某的 它裡面是有超過四十七種不同的斗拱結構 這個是唐朝 即是說是一個敬浩時代 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定義來說 是最豪敬的一個時期 就是中國傳統木建築了 這個是三西太原晉池聖武殿的前樓 這樣一提到現在這條樓上的構件 特別是斗拱就慢慢變世了 到了清朝 這是一張圖是北京故宮的角樓 正如我剛才所說 除了它柱頭上的斗拱 清代時的斗拱 它不叫斗拱 它叫科學的科 它這個位置叫鑽國科 它可以受力 其他這些它根本就是裝飾 其實我們拿走它是無所謂的 是不會影響整個結構的 中國傳統建築那時候怎麼建立呢? 這些都是皇室建築 是佛寺建築來的 它是怎麼建立呢? 有沒有像我們現在建築行業那樣 有些條例有些佛例 去指導或者幫助工匠建築這些房子呢? 其實有的 這兩本書在宋朝的時候 有一本在公元1103年 那時候有一位像作家 即是宋朝的建築師 他編了一本宋式的營造法式 清朝就由清朝的工部 工程部 工部 那時候叫做工部 就頒布了這個工程做法 那麼 現在我們如果要看中國傳統建築呢 那就一定要去看這兩本書 才可以知道中國傳統建築是怎麼建立的 它是有什麼特點 什麼叫做宋朝的建築 宋代的建築 宋式的建築 什麼叫做清晰的建築 其實就要看這兩本書 那麼梁士誠先生在1930年代 在美國求學回來之後呢 他就用他一生的時間和精力 其實是去解讀這兩本書的 因為這兩本書其實有很多 術語其實我們現在是看不明白的 即使你看明你都不知道它有什麼意思 那麼一會兒我有些實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他 30年代回來之後呢就研究了中國傳統建築 那就由宋式的營造法式入手 以及清 公佈的工程做法入手去解讀中國傳統的一個秘密 那麼當時呢在整個中國大地呢 其實就有一股叫做中國文藝復興的風 特別在建築上面 那就用很多我們傳統建築上面的坡屋頂 或者剛才我們講到的這個建築上面的這個斗拱 去做為一個建築的語言 去設計我們現代的建築 那麼香港呢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在銅鑼灣的一個聖宮會聖瑪麗教堂 那麼很明顯它是一個 首先它是一個教堂 它是一個西方的建築 但是建築師呢 他就用了這種斗拱 幫屋頂 以及中國傳統特有的一個珠色 去建築中國建築 徐建成先生呢 也是一個非常出名的建築師 他將這個時代叫做Chinese Renaissance 就是中國建築的一個文藝復興的這個時代 那麼另外一個實例呢 就是在聖宮會東九龍舊區的一個住宅教堂 聖三一座堂 那麼它其實都是用了同樣的風式 那麼大家都知道中國傳統建築 如果我們剛才舉的那些例子呢 唐朝也好、寮代的木塔也好 或者山西進池的這個聖母店的前廊也好 或者是北京故江的這個角樓也好 它全部都是木結構建築的 它的聖國建築是用木料去做的 但是我們看到聖三一座堂也好 或者是聖宮會聖瑪麗教堂也好 它其實裡面是什麼? 是鋼羹換林土來的 是強制的 它不是用木的 它只不過用了中國傳統建築裡面的一個非常有特點的斗廣 或者我們的挑戰 或者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有些挑出來的一些 我們叫做泉 或者有些地方叫國 還有用這個位置去做一些挑戰的空間出來 去模仿這個中國傳統建築的一些特徵 來證明中國建築在1930年代、40年代那時候 我們還沒有自己中國傳統建築的一種語言 來探索我們民族的一種建築的語言 這是當時中國傳統建築對整個建築界的一個影響 剛才我們說到這些唐朝也好、寮代也好、宋代也好、清代也好 這些其實我們在建築上叫什麼? 我們叫官式建築 為什麼叫官式建築呢? 因為這些很多都是皇室、皇家、皇帝 他們去建的、為他們服務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構件就叫斗共 所以你唯有在這些官式建築裡面才可以看到斗共 但是在民居裡面是看不到的 比如說香港我們在新界的鄧氏宗池 或者一些你去到中國農村的一些地方 有些宗池家池或者廣州的陳家池這些地方 這些目的構建築 它完全是沒有斗共的 所以我們看看什麼叫民居建築呢? 因為今天我們的講題是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的美學 我們不是說紫禁城 我們不是說泰和店 我們也不是說山西映映的瑟加塔 我們不是說這些官式的建築 而我們是說民居建築的 所以我們首先要看看中國傳統民居建築 究竟是什麼 這一個是中國大百科傳書 建築園林和城市規劃圈裡面的一個定義 它說中國在昇秦時代 帝居和民社都稱為公室 由巡航開始 就是差不多公園2000年前開始 公室才專門用來指帝王的一個居所 而帝宅則則專指貴族的住宅 到現在的近代我們就把皇宮 官屬以外的這些居住的建築 稱為民居 其實民居的認識有很多種 所以我們說到陳家遲 就是一些屬於宗族 紀念祂祖先的地方的家遲 一些書室 比如說香港的官廷書室 或者甚至乎一些 傳統的建築 這些都是民居 這些全部都是民居 比如說元朗舊虛 這些是一些舊的虛史 是讓大家進行一些商業的活動 這些都是民居 其中一類非常特別的 它跟我們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從領鄧公子 它的規模 其實你跟它對比中國的官式建築 其實它都有一些商似之處 除了它沒有斗拱之外 它的樑、它的柱、它的屋頂 它的結構 其實跟中國傳統的官式建築 都有商似之處 都有商似之處 特別是看回 這是從領鄧公子 翠雲堂的一個樑架結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樑、有柱 上面有行 有直樑 還有一些支撐的構建 它沒有斗拱 我們剛才說到中國傳統官式建築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就是宋朝的一個營造法式 以及清朝的這個工程做法 就是當時皇帝要建房子 他要建房子 他要建宮殿 他要建帝宅 他要怎麼辦呢? 他就要叫崩像去對付這兩本書 在宋代的時候看回原造法式 在清朝看回公佈的工程做法 有這些法例 我們現在建築 你要有一些規定 你才可以根據這個規定 去建房子 民居它有沒有呢? 譬如說 從領鄧公池的時候 如果我要建這間公池的時候 我有沒有一些書 有些手冊 或者有些條例 或者法例我可以跟 是根據什麼去建造 或者是將師 工人怎樣去建造 這個就是民居 和中國傳統民居建築 和中國傳統官式建築 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 有些照片是我拍的 有些是我其他書裡找回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工匠 他在這裏做這個牧椅牆 做這個在木上滑線 或者是師傅在這裏做一些很細緻的雕刻 那他是根據什麼去做的呢? 他沒有這些守則 沒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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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些營造法式 或者清代的工程做法去幫忙 那他怎樣去建造呢? 他其實是用什麼呢? 師傅之間他怎樣去溝通呢? 他有沒有圖子呢? 其實有的 不過很少的 那麼他主要是用什麼去溝通 去畫呢? 去建造這些房子 去建造這些結構呢? 其實 師傅和師傅之間 這些工藏之間 他主要是用什麼呢? 是用一個口訣 就是說我們現在說的口術的傳統 就是學界是用口術的傳統 那將師傅之間就用什麼呢? 用口訣 用口訣 去將這些技藝 或者這些法則 這樣傳給公像之間 或者由師傅傳去下一代的師傅 這些口術傳統呢? 在這裡我想借用 美國的歷史學家 Watton 的一個論述 作為一個開始 他說呢 其實在人類歷史後期 文字和書寫 才成為驅動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門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 其實是很後期才有的 那早期那時候他用什麼去溝通呢? 其實就是用說 用口傳的方式去做為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門界 那這裡我就借用了這個 Evonor Harari 的一本書 《Sapien,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他做的一個歷史簡表 來跟大家解釋 我們人類其實二百萬年前 就有原人從非洲傳播到歐亞大陸 五十萬年前 血居人就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發展 而三十萬年前 人類開始用火種 七萬年前 的認知革命才開始 這個時候 我們人類才出現一種虛構的語言 Fictive Languages 這個時候的歷史才開始出現 人類才開始傳播出非洲 1.2萬年前 植物和動植物的信化才開始 人類才開始永久的定居 而五千年前 人類的第一個王國才出現 開始出現一個多神的信仰 而三千五百年前 在這裡開始 中國的雙王朝 才開始出現這個甲骨文 就是說人類歷史 如果我們有五十萬年前 血居人開始計算 中間一直到三十五千年前 如果我們有中國歷史去看 去到雙王朝才有隔骨文的出現 才有文字的記載 雙朝之前有夏雙周 夏朝、雙朝、周朝 夏朝是沒有文字歷史記載的 唯有我們看漢書一些記載 2000年前才有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出現 即是說其實我們文字出現 是很後期很後期的一件事 而早期其實人類都是通過一種文字 通過口術的一種方式 去傳播一種知識 作為一種門介去傳播的 我們剛才說到這個營造法式其實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這個營造法式的渣子 渣子這裡只是說是官府 官府之中用來上奏和啟示的一種文書 是北宋開始的一種公文的形式 當時的編者 理解他要理名眾也是北宋的建築師 他是負責編一本營造法式的 當時他一開始怎麼說呢 他就跟當時的應該是北宋的宋寧宗 十一世紀的時候他就說 神口溝經史群經 並將人逐一解說 我為了編一本營造法式 第一我去看這些 經史群經 看一些經書 看一些經典的書 第二個方式我就是找一些匠人 逐一解說 逐一解說 之後我才可以編這一本營造法式的 後面他就說 在營造法式裡面 我一共有3555條 這一些這樣的造法 3555條 裡面283條是與 經史等群書中可以找到的 即是說 3555條只有283條是經書裡面找到的 其他那些是怎樣呢 其他3272條是來自工作相傳 並是經久可而行用之法 即是說 3555條 就283條才是在經書裡面找到的 而剩下的三千幾條 其實是當時理解 找了一些工匠 一個一個 記錄下他的做法 才編成一本營造法式 這個數字很簡單 其實是超過92% 即是說營造法式 宋式 我們剛才看到宋式 宋朝的營造法式裡面 其實超過92% 其實這些做法是來自 傳統工匠的這些口訣裡面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看到這些工匠 在做事其實 也是當時 宋朝的時候 理解他編輯這本營造法式 非常重要的一個來源 非常重要的一個來源 那我們又回到剛才的一個問題 即是 在宋朝那時候 或者清朝那時候 的官式建築 那他就可以 有這兩本手策 去建建這些屋 那民居裡面怎麼辦呢 是怎樣建的呢 我們剛才說到 這些工匠 都有用口術傳統 去建建這些屋 那他的口訣 或者口術傳統 是怎樣的呢 那今天我們就會 由結構 形制 和環境 三方面去看 這個工匠的口訣 是怎樣去幫助 建建一座建築 一座民居的建築 首先我們看看他的結構 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怎樣去看一個民居建築的結構呢 我又要用梁思成先生的這個論述 他說研究中國建築的建築物 首先 就應該是 去研究他的結構 他的構造 正因為而此 他斷面圖 就比他的立面圖更加重要 就是說 我們研究中國建築 其實就和西方建築不一樣的 我們 通過我們也一樣 都會說他的立面圖 平面圖 但相對於來說 他的斷面圖 就比他的立面圖更加重要 即是他那個 透明圖 即是他的項目 是比他的立面更加重要的 所以呢 回到營造法室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這些不同的 建築的這個斷面圖 工匠裡面 他就不叫做斷面圖 這個斷面圖 或者剖面圖 是比較現代的一個屬於 來的 中國傳統建築的 將詩也好 或者那時候的術語也好 我們叫做質養 質養 質養 即是說他的一個剖面圖 或者他的斷面圖 那麼 宋式日兵就有很多這樣的圖 那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 要建一間屋 那我怎麼看他的 怎麼建呢 首先我就要去延祖法室裡面 看回我要建 比如說這個 是叫做電銅 八鋪座 八鋪座 鋪座是什麼 鋪座就是宋代的斗鞠 宋代的斗鞠也不叫斗鞠 宋代的斗鞠叫鋪座 就好像清朝的斗鞠 他不叫斗鞠 他叫科 那樣的 八鋪座 那麼雙草 雙草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因為建築呢 如果我們看回他的平面 看回他的平面 不好意思啊 我這裡 用個Mouse 畫得不太漂亮 那麼這條呢 其實好像他的狼那樣的 那麼你進來呢 那麼我們這樣看過 這裡就是他兩條狼 那麼 將師就將他叫做什麼呢 叫做一個草 雙草 就是說有兩條狼 兩條狼 雙草 草架 草架就是說他的架 就是他上面那裡是草架 就是他這個建築 是電筒 首先要建電筒 那麼就要找這些電筒的質量 那麼第二呢 他要用不同的鋪座 八鋪座 是不是 就是可以對回 那麼如果要兩條狼 就叫雙草 那麼上面呢 大家就好像我們現在有些 屋裡面有些假天花 假天花 就是說假天花 就是這個有一個造成呢 我就將上面這些結構 藏在 藏在 那麼這裡呢 草架 就是說他不藏 上面這些結構 他不藏 完全這樣露出來 所以你站在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上面的結構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些將師呢 他如果是 當然這個是 營造法式 是官式建築 所以比如說 現在我是宋威宗 那麼我要建立一個建築 我要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 電堂級 我要八鋪座 那麼他就去看這個營造法式 然後對回這張圖 就找一些工匠 工匠 就照這個圖 這樣他就建屋 是不是 那裡面的結構 怎麼樣呢 就是將師自己的功夫 去到哪裡 他就去到哪裡 那麼通常呢 去到皇室建築 當然是功夫最好的那些師傅 這個就不用說 是不是 另外一個呢 都是電堂 等七鋪座 雙草 草架 質養 第十二 那麼這個同樣的原理 我就不再在這裡 和最多講 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建築 其實他也有賴可循的 他也有賴可循的 他也有一些守則可以追蹤的 有些追蹤的 那文居呢 這張文居這張圖 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居建築的質養圖 綠柱式的建築 那麼公正它怎麼辦呢 文居建築 文居建築它怎麼建立呢 它沒有這些守則可以追蹤的 它怎麼建立呢 剛才我們講到 這些工匠呢 它其實是用什麼 是用口權 是用口權 去建屋的 那麼它的口權是怎樣的呢 那麼我們就看這個實例 這裡是六柱的 六柱的 那麼它首先呢 我們建立這個質養 我們怎麼建立呢 怎麼建立呢 它這個教會怎麼建立呢 那麼最重要第一步是什麼呢 我們要訂那些儲的位置 訂那些儲的位置 你儲的位置訂不到呢 那麼你上面這些糧呢 就隔不了了 這些行也都放不到上去 這個屋呢 這些儲的也都做不到 所以首先呢 這些儲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那麼公正它怎麼建立呢 它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營造法式 這些圖樣去追蹤的 那麼它怎麼建立呢 好 首先呢 是這樣的 這裡就講一個 和大家分享的一個口權 首先要建立這個質養 將師就會講 五藏一尺配四寸 五藏一尺配四寸 那什麼叫做五藏 什麼叫做配四寸呢 或者它根本什麼意思呢 首先呢 大家看看這兩條金柱 這兩條柱 是將師裡面的叫金柱 那麼我們進去一個建築的時候 這裏就是前 這裏是後的 所以它很形象 前金柱 後金柱 那麼這條呢 是鹽柱的 就是鹽下的 這條很好理解啦 是鹽柱來的 前後鹽柱來的 那麼中間呢 它多一條柱 它就叫前點金柱 那麼它都有一個支撐的作樣來的 那麼呢 那麼 將師呢 通常呢 就將前後金柱之間這個位置呢 它叫做五藏 它叫做五藏 就是好像人的五藏 六虎那樣 那就是代表五藏這個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將師呢 他建屋的時候呢 他拿到一塊地 那麼之後呢 有屋主找他 我要建一間這樣的屋 我要建一間這樣的祠堂 我呢 呃 就是 請你建一間這樣的祠堂 首先呢 他要定這個質樣 就是這個結構方面 所以呢 它最重要是定什麼呢 定金柱 前後金柱的位置 那麼它怎樣定呢 是不是 他說五藏一尺配四寸 是不是五藏一尺四寸的意思呢 其實不是的 那麼為了明白什麼叫做一尺配四寸呢 我們首先呢 要看看中國傳統建築的一個倒量的一個系統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呢 去造測會也好 或者是去量家居家居也好 都是用米、尼米和蠔米 這些米制的系統的 那麼 那時候呢 他是不是用這些米、尼米和米 和米和毫米去計算呢 其實不是的 那麼這裡呢 看書的《呂六字》裡面有說到 道者分寸赤象隱也 所以道長短也 本起黃宗之長 以子谷據樹中者 一樹之廣 道之九十分黃宗之長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赤 十尺為象 十象為隱而五道審議 即是說那時候我們用尺寸分 象隱這五個倒量的系統 去到這個長短的 那麼他就說 幾多寸來分呢 幾多寸來寸呢 幾多寸來寸呢 幾多寸來尺 幾多寸來象 幾多寸來隱 幾多寸來人呢 那麼他就說 以子谷據樹中者 一樹之廣 道之九十分 即是說 在一段說話 有漢書的旅律詞裡面出來的 那麼那時候就用一種 叫黑米 也是叫巨樹 巨樹來的 那時候是橙於 應該是今天的山西省附近 他就用那些黑米的寬 中等大小的寬 以一個為一分 為一分去計的 那道之九十分為黃宗之場 黃宗是一個古代音樂的一個器具來的 黃宗的音樂是什麼呢 是詩音 詩音 即是音樂裡面的多詩音 那麼那時候 怎麼定這個詩音呢 他就是用一條竹管 這張圖是1972年出土的 漢代的一個西漢幕的時候 出土的一張十二支音管 十二支應該是竹音管來的 這些音管的長度 那麼 就是說 黃宗的詩音是差不多九十分 就是說這些竹管九十分場 吹出來的音就是詩音 那麼這個九十分 這個分就是用巨樹的闊度去定的 那麼巨樹的闊度就是一分 那麼 十分就是一寸 十寸就是一尺 十尺就是一象 就是一人的長度去計的 都是十進制的一個系統來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中國傳統的一個 倒量行一個計數的一個方式來的 但是這個倒量行其實是中國歷史上 是非常非常混亂的 非常非常混亂的 那麼這一張圖是劉敦貞先生 在中國建築士1980年代整理出來的一個 中國歷朝歷代的一個 倒量的一個減表 大家可以看到 雙朝一尺就差不多等於我們現在的0.169米 那麼一路去到清朝 它的一尺就差不多等於0.31米 這樣的一個長度 就是說這個尺就等於多少米呢 是一直在變 由雙朝公元3,500年前 一直變成現在的清朝 一直不斷地變化過來的 就是說去到清朝 這個尺是越來越長的 是差不多等於0.31米 但是這個數不是固定的 為什麼不是固定呢? 就是說即使是同一個朝代 比如說同樣在清代 在不同的地區 在北方、南方、西方、江方 一尺等於多少米呢? 其實都是不同的 就算同一個地區 它那個等於多少米呢? 也都是不同的 不盡相同 但是相似近乎這個數上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現代 我們做過一些 一些學者做過一些不夠 比如說廣府建築的一尺等於多少 多米呢? 是差不多0.32 有些 有些學者做過研究 其實就有些大一點 甚至有些等到0.34 去到潮傘地區 就等於0.3米 0.3米 即是一尺等於30cm 這個數近乎 但是不同的建築業 其實這個數有相差 相差有點不遠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其他行業我們就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在建築上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些 在中國傳統建築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師父 大師父 或是將師 這些將師呢? 在古代那時候 傳統社會 在舊社會裡面 他們就是建築師來的 他們就是一個大師父 這些技藝 例如說他可能有幾十個徒弟 他這些技藝 只是傳給其中一個技術最好的 品德最好的徒弟 他傳的時候一定是將他 怎樣建屋 怎樣這些考訣傳給他 另外一個他要傳授的是什麼? 就是他的計 他是一把尺 一把尺 那這個師父呢 他就有一把尺 這把尺叫三尺 三尺 即是都是三尺長的 即是如果我們將一尺 等於30公分去計 這八尺大概就90公分長的 那師父呢 這八尺其實是由大師父 再傳給他下一代 那師父又再傳給下一代 那這190cm的尺 經過時間 他會磨損的 是不是? 所以他的尺是越來越短的 越來越短的 比如說他在一間屋的時候 他怎樣說 我是三尺 我是三尺長 即是差不多是90公分長 那他就拿這把尺 給他的徒弟去量 那整間屋的尺寸呢 就是由師父手中的這一把 三尺長 作為一個最基本的長度 去量 去量整間屋的尺寸 那每個師父都有自己一把三尺 對不對? 那每個師父這把三尺都不同的 所以他建出來那些屋的尺寸 多少尺 多少尺 多少分 多少帳 其實都有少少的不同 少少的不同 這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所以令到中國整個建築行業上 我們要怎樣去 怎樣去接回 他這個 多少 是用什麼尺 一尺等於多少寸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因為他 歷史上他根本就不統一 他根本就不統一 連最開始的 裏律子裡面多少分呢? 他是說 而子谷 巨樹 中者去量 中者就是 中等大小的巨樹 所以他根本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數字 或者一尺 一分等於多少 對吧? 而令到後來究竟 一尺等於多少公分 其實是一個很混亂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原因 也是一個原因 其實也是一個阻證來的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把這個尺尺 我們也有辦法去找回究竟 究竟 那時候這個師傅是用什麼的尺尺 對吧? 這些尺尺 可能都可以跟我們說 這個師傅 他究竟是來自廣府 或者是來自潮州 或者是來自客家 或者是來自福建 這些地區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們說完這個 這個倒量行的問題 尺尺分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看 好 這個質量 他說五臟一尺 配四吋 那是不是五臟這個位置 就等於一尺 由四吋呢? 一尺等於三十cm 由四吋 就是說這個才三十多公分 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 是不是? 沒有可能這麼小的 是不是? 那怎樣呢? 他其實是這樣的 這些口訣 他其實除了一個 尺尺 除了把他做設計的秘訣 用口訣的形式去表達 方式表達 另外之外 他還怎樣 將這些秘訣 其實將他隱藏 他會將他隱藏 就是令到 譬如說我現在 我是廣州派的師傅 如果是一個潮州派的師傅 來拿過這些口訣 他不知道一錯 不知道怎麼做 五藏一尺配四吋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 師傅只是將他這個秘訣 傳給自己的弟子 是不是? 我現在講講 五藏一尺配四吋 是什麼意思呢? 那尺和尺的關係是怎樣? 是十進制 是不是? 他其實這裡說的是什麼? 是四百分之四十的意思 40% 百分之四十的意思 他就說 OK 這個五藏 的 鎮心 這個位的鎮心 或者他的尺寸 是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 後面有些事情他不講 師傅他不跟你講 是不是? 正如我這樣所講 就是說 他是防止 他將這些口訣 他將他怎樣加密 將他加密 令到你 外面的人拿到 你都不知道怎麼用 是不是? 他這個也是他保存自己 這個設計秘訣的一個方式 是不是? 他沒得到 就是這麼多師傅 是不是? 每個人都拿到 沒得到 不要怕 很害怕的 所以百分之四十在哪裡呢? 他其實就說 這個五藏 這個位的尺寸 是相當於成座建築的 盡心的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 四十 就是包括這個前廊下面 所以說 這個五藏的尺寸 就等於成座建築 盡心的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 所以 匠師是用這種方式來建屋的 是用這種方式來建屋的 當然這個不是絕對 他這個 他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就是五藏一寺 一寺四寸 是不是? 他要根據他自己主人的一個要求 再去改 但是呢 就差不多這樣 不會變得太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氣秘訣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民居建築的建造方式 其實是跟官式很不同的 官式的話 他建立 他就去看原則法式來建立 但是民居呢 他很多是用口訣來講的 甚至乎上邊的這些糧 這些糧 這些糧 這些糧的位置 或者這些 這些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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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不同的類似 這樣 五藏一寺 一寺 四寸 這些口訣 去幫助他們建屋 所以我們才可以看到 一個感靈的一個結構 是不是 那這裡我就不再 純盡 我再展開講這一部分的了 另外一個 大家知道 中國傳統建築很多 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筍帽的結構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外面是很完整的 我們看到外面很完整 但實際上 裡面很多都是開了筍的 也回答回 剛剛在Q&A 項目裡面 有位參加者的移民 即是山西伯君子 這個大斗拱 有沒有力學計算的方式 其實現在是無法計算的 這張圖就很好的解釋 比如說這條柱 你開了這麼多這些糧 甚至這裡這個位置 其實是漏出來的價條糧 開了這麼多 其實你本身拿這條柱出來 它本身結構的完整性已經破壞了 但是它整座組成在一起 它又很穩固 所以有沒有計算 其實現在的數學 我想是計不到的 也是有人嘗試過 最簡單的斗拱 其實也很難的 甚至乎我們看看 那些官式的建築 如果你把那些斗拱拆開 它其實很脆弱的 你一用力就斷了 但是它整個在一起的時候 它很穩固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中國傳統 像是一個智慧的結晶 可以這樣說 第二個我們來講營祭 它的形狀 這一幅是張澤東《清明上學圖》 《清明上學圖》 《清明上學圖》不是說清朝 也不是說清朝 而是說宋朝當時的都城變良史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開芳市 當時都城變良的農村和市集的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建築 有不同的屋頂 大家都知道 中國傳統建築的一個魅力 就是它的屋頂 它是它的第五臘面的屋頂 這張圖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書中的一些總結 中國傳統建築有普通的圓山頂 這個就是圓山 就是屋頂有少少這樣飄出來 這個是硬山 就是屋頂和山牆其實是齊平的 最複雜一點 有熱山、有無墊、有松蟬 有兩個屋頂一起 這個形式讓中國建築有不同的美學所在 我們也是用宋朝和清朝的官式建築 和民居建築的對比 這個山西大同上法子三聖殿的這張照片 它的屋頂應該是比較清朝的 清朝的紫禁城的民淵局 兩個比較的屋頂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看如果是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的人 單憑這個屋頂可以看到 這個是清朝的、這個是宋朝的 大家知道現在很多古打董 就是說很多人建的傳統木結構建築 但是他對於這個傳統建築 他不理解他只知道是破屋頂 但是如果真正知道的人 就知道宋式建築和清朝建築的屋頂其實是不同的 我們又看看宋式的營造法式 宋式的營造法式 關於屋頂研製的設計方式 宋式的營造造法 它就叫做舉折 什麼叫做舉折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它首先舉折 就是舉折 舉折 就是很形象的 首先它就扔了這條鴨方 其實這裡是一張卡 這裡還有的 這個位置是R 這樣可以再看 這個位置是R 明白嗎? 它就說這條直樑 或者直行 或者宋代要直團 宋代要團 這些扣件非常複雜的 即是每個時代它的叫法都不同 所以現在 為什麼我們看中國傳統建築這麼亂呢? 因為每個時代 它每個扣件的叫法都不同 但我自己都很亂 溫了很多書 今天才可以講到這一堂課 那麼 這個位置 就是 它說定了這條直行 就是 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B的長度 就是這條的長度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對不對? 那麼這條呢 直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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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定下它的位置 之後呢 我們再一條直線下來 第二條下來呢 這條呢 接多少呢 接十分之一的R 即是十分之一的R長 這一條呢 二十分之一的R 這一條呢 再接四十分之一的R 那它可以定到這些屋面曲線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它叫舉折 它怎樣呢 先舉了這一條 直樑先 再一條條地摺下來 可以看到這個屋頂摺下來 所以它要舉折 清朝又不同 清朝今天它叫舉架 其實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 XXX都相等的 是不是? 那麼這個特點呢 是官式建築裡面特有的 去到清朝也一樣 這些全之間的距離 清朝叫佈架 一個佈架呢 它也等於XX都相等的 那麼宋朝是舉折 但是清朝就不是 它是舉架 它是怎樣舉呢? 所以首先呢 這個佈架它會定了 就是說這些梁的位置的距離 它會先定了 定了之後怎麼辦呢? 它才來舉的 第一個呢 就是十分之五 就是二分之一的X 那麼最上一條就是十分之七的X 這個位置 最上一條就是十分之八X 去到最上一條直行 還有下面這條三圈 這條三圈 這條梁上邊的三圈 這條梁上邊的這條行 它就變成十分之九 所以它每一條的高度是不同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個具體的數字跟你說 十分之九X 十分之八X 十分之七 十分之五 所以宋代和清代 它對屋頂這個 這個 這個 形制是不同的 一個叫舉折 舉了之後才折 一個是舉架 一個是舉架 舉完之後 就是慢慢這樣 一個一個這樣架上去 那民居建築裡面又怎樣呢? 我們有沒有這些舉折 或者舉架 我們有沒有參照 官式建築 建屋的一個方式呢? 這個也是一張 屋頂 邪律和曲面的一個造法 他叫什麼呢? 他叫 我剛才說的 是潮州話來的 即是用普通話 或者用語意來講 就是敏水 他很形象 因為屋頂用什麼呢? 排水用的 排水用的 他就叫 潮州話就叫 就是說 這個屋頂 它叫 曲線第一個目標是什麼呢? 是可以排水用的 第二個 他才是把這條曲線 怎麼弄得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 行之根的位置 其實不相等 這裡X1X1 這裡比較長一點 這裡比較窄一點 比較窄一點 所以像是怎樣建立 怎樣定這條曲線呢? 大家知道我們建立這個側樣 這個斷面圖的時候 定了柱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第一步定完之後 量就定了 上面這些行的位置 它可以調整 怎樣調整呢? 第一 就是這些坐斗的位置 它可以調整 第二 就是這些行 落到這個斗的位置 進多少呢? 它也可以調整 根據什麼來講呢? 那麼 將師怎麼去做 我看過 以前跟一些台灣師傅 談過 他們也叫做 手法一樣 那麼 將師呢 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時候 就要大師傅出馬 大師傅怎麼建立呢? 他就把一條很薄的木片 放在地上 那他的徒弟就拿著兩邊 拿著兩邊 那師傅呢? 他就用腳去踢 那這個過程呢 要踢腳 那師傅呢 會踢到 他覺得這個曲道 是差不多的 那麼 根據什麼去定差不多呢? 就憑他幾十年的奇屋的經驗 因為一位師傅呢 他要由小師傅 變成大師傅 他更慘 我們現在讀博士 讀博士 可能你四五年 寫一篇論文就完了 但是一位師傅呢 可能由三四歲 就跟師傅 煮飯 拿東西 是不是? 那一路等到十幾歲 才學到一些 怎樣去 做木頭 怎樣去減木 那可能等到二十幾歲 那時候師傅才 喂 五藏一齒配四寸 是不是? 那才不跟你說 什麼叫做一齒配四寸 那可能等到師傅 就差不多七八十歲 那你游到三四十歲 那師傅覺得 我們現在要找一個傳人 是不是覺得你OK 他才傳給你 所以一個師傅 小師傅 要變成一個大師傅 是經過幾十年的 那他這幾十年 他建的屋 其實都已經建了很多 不計其數 所以他怎樣定這條 這條曲線呢 他其實是自己的經驗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用 營造法式裡面的舉折 或者舉教去定這條曲線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 身為的圖像 那一會兒 我們的 Dr.Kenta 會跟大家分享 怎樣用2D 3D 這種技術 去重構中國建築的一些 在保育裡面的運用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曲線 其實都是每個師傅 他自己對於建築審美觀的一個 在現 所以這個是中國傳統民居建築 另一個美的地方 另一個美的地方 好 進心 我們都知道中國傳統建築 你去到一個宗廠 一個家廠 一個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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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添整呢 他是怎樣建築的 不是怎樣建築的 他是怎樣建築他的大小 怎樣建築他的大小 怎樣建築他的大小 很多人現在就會用尺去讀 讀了 讀到這裡 3米4 或者7米5 這樣的數字 我們剛剛才說到 中國傳統建築的杜良行 是用尺寸分像引 而不是用米、尼米 或者是毫米去定 但是添整他又不是用尺寸分像引 他用什麼呢? 我問過一些將師 他就說 其實我們是怎樣呢? 我們是用他自己的步腳的大小 步腳的大小 所以師父 如果我建築這個大師父 我會跟你說 這個添整呢 四步半 那這個步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師父腳的大小去量度 他用師父腳的大小去量度這個位 進心 天整 師父通常會跟你說 添整四步半 添整五步半 添整六步半 添整六步半 那大家 這樣才可以 我講的是四步半、五步半、六步半 那為什麼他用 步半 他不用添整四步 添整五步 添整六步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傳統裡面 我們語言裡面 我們不用進步 進 進 盡頭的進 如果這個添整 是進步 是將師的進步的話 那它是一個不好的意思 不好的意思 所以師父通常會跟你說 跟小師父 訂這個赤傳的時候 添整五步半 添整六步半 是吧? 所以我們現在讀回 天整直轉 這就更加能 根本就沒有可能 去找分師父的腳來讀 是吧? 所以這個也是 將師彼級 口訣傳統裡面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天整 天整的大小 中心 除了用師父的腳步 去量度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什麼叫過白 過白 這個可能是大家聽得比較多 聽得比較多 過白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座主堂 傳統建築裡面 我們用很多不同的術語去說 通常主座我們要叫上天 或者叫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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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也知道 南北坐向是很重要的 中國傳統建築最好就是 坐北朝南 所以將師也會說南北聽 南聽就是什麼呢? 南聽就是說 上邊的一個是南 這一個是北聽 南北聽 所以過白呢? 過白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上天 或者主要的聽筒的位置 是差不多這個位 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人 就是我們眼睛的高度的位置 就是我們眼睛的高度的位置 看出去 看前左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一些白光 就是看到天 差不多 看到天 這個位置就要過白了 另外一個口訣去定天整 或者天整的進心 除了師父的腳步之外 師父還要看這個過白 過白是怎麼算呢? 正師考驗什麼呢? 就叫南北過白兩尺 南北過白 南北就是南北聽的過白 二尺尺 兩尺尺 差不多兩尺尺 這個是最適合 最適合的 是吧? 師父呢 第一 怎麼調呢? 第一就是調什麼? 調這個位置的高度 地基的高度 是吧? 所以大家去到某些地方 如果天整比較窄的話 怎樣呢? 這裡是行四五級才可以上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符合過白的 過白的 過白的 口訣的要求 如果這個天整是很進心 很大的話 你會發覺這兩個 上下廳的高差 就不會有很多 不會有很多 所以這個過白 是另外一個口訣 口訣去定這個刑制 我叫刑制 就是兩個建築之間的關係 這樣 這個其實在 官式建築裡面 或者是營造法式 或者是清公佈的 這個公佈工程做法裡面 就找不到這些 因為這些是師父的一些秘訣 同樣 它不會跟你說 說了就沒什麼 另外 定這個過白之外 大家都看到 我們是去到這個點 這個點去看的 是吧? 通常這個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下面一張圖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一條這裏 尷尬的這條方 尷尬的這條方 尷尬的方 師父呢 除了調整這個高度 尷尬的進心之外 都可以調整這個位置 調整這條嚴下方的高度 令建築符合這個過白 為什麼過白這麼重要呢? 因為通常主座的位置 在宗詞裡面擺放祖宗的神主牌的位置 它除了通風之外 另外一個更加深沉著的意思 就是說你的祖先的培話是可以望到天 就是可以跟天有一個溝通的 是有一個不祥的意思在裡面 當然在建築符裡面最主要就是一個通風的原因 但是更加深沉著就是使祖先可以跟天進行溝通 而保佑到這個家庭的帝宅的後代 是可以更加奉榮和更加幸福的 這就是刑制 其實過白它只是其中一條設計的一條原則 其實還有很多非常多的 所以中國傳統建築裡面的結構也好形濟也好 其實是包羅萬象的 它不是很簡單的就是 我兩個建築之間就用過白 我就用上司的腳步去讀天井 不進步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的 還有很多其他 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今天有以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再深入多講 最後我們就來到環境了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建築這個環境是非常… 和環境的關係是很大的 和環境的關係是很大的 建築如何去反應這個環境呢? 或者如何去呼應它這個基地的環境的不同因素? 好,鄧氏宗池,平山的鄧氏宗池 通常我們去到宗池加池也好 前面也有一個很開闊的廣場 很開闊的廣場 另一個例子是荔枝窩 荔枝窩是一個客家村 同樣前面也有一個… 其實也相似的 村也好,或者宗池建築也好 前面一定有一個很開闊的廣場 這是荔枝窩前面有一個很開闊的廣場 荔枝窩更加是一個經典的一個例子 是建築如何去和環境的關係 大家看到荔枝窩前面有一個很開闊的廣場 後面有一個高起的山 而它左邊呢 我說的左邊呢 在這個位置左邊 它有一些高起的一些樹林 我們如何看建築的左邊右邊呢 我們將建築或者村落 當成一個人這樣去看 建築的村口對的地方 和建築本身對著的方位 大門人口就好像人的面 你的面這樣 它就好像一個人這樣 所以這裡是它的背後 這個就是我們建築的左邊 如果我們人對著廣場 這裡是左邊 而這裡是它的右邊 所以在荔枝窩這裡 它是一個和環境發生很強烈的關係 呼應關係的一個地方 它左邊是高的 後邊也是高的 前邊是開闊 右邊是低的 為什麼我說它和環境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呢 因為它是符合建築裏面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風水的原因 風水的原因 大家看這個 它就是後邊高前邊低 左邊高右邊低 是不是 在風水裏面 我們不會這樣叫前邊後邊 左邊右邊的 是不是 大家應該都聽過一些左青龍右白虎 左青龍右白虎 是不是 後邊是玄武 前邊是朱雀 前邊是朱雀 這些是風水先生的一些詞語 青龍白虎 玄武朱雀 是不是 那麼 風水先生跟你說 哦 豬雀位 就是說建築的前面 是不是 是朱雀位 風水先生跟你說 玄武位 玄武位 就是說建築的後邊 跟你說青龍位 就是說建築的左邊 跟你說白虎位 就是建築的右邊 是不是 那麼青龍白虎 玄武 和朱雀這些是怎麼來的呢 首先我們看看 這一張是蘇州食黑天文圖 就是南宋時期 蘇州重新穿黑的一張天文圖 是中國現在現存最早 而且比較有系統的一張食黑天文圖 這張天文圖是記載著音箱時期 就是3500年前 有關於天文聲盡的一些文字記載 是不是 那裡面就有二十八星獸 二十八星獸 那二十八日裡面 風水先生就將它歸為四種神獸 分別為什麼呢 玄武在北邊 北方是玄武 東方是青龍 南方是豬雀 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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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西方 所以前後左右 也跟我們的方位 東南西北相呼應 而這些 玄武 青龍 白虎 珠雀 這些其實都不是空月內方的 都不是空月內方的 都不是空月內方的 它其實都是根據古時代天象 天上的二十八星象 去分為四類 因為天上二十八星 就去到自己的方圍 那北方的七粒 他們就將它歸為玄武 而東方的七粒 就將它歸為青龍 而南方的七粒 這個星就將它歸為豬雀 因為它的形象是豬雀 而西方七粒就將它歸為白虎 所以風水中的玄武、豬雀、青龍、白虎 其實它不是風水先生自己亂作的 它是根據天上的星象去命名的 這是口顧的一張證明 就是河南西水波 仰兆文化遺跡中的青龍和虎的圖像 這個證明了 中國四象中的東方的青龍和右方的西方 或者西方的白虎的觀念 其實差不多在六千年前 至少在六千年前的仰兆文化時期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那時候可能沒有文字記載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方位 東方西方左邊右邊 用什麼屬於青龍白虎去表達呢 其實是至少有六千年的歷史 那麼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青龍白虎的豬雀元武 其實都是跟星象相關的 那麼它其實跟什麼相關 跟我們的氣候相關 通知我們的 二十四季節裡面的東字 春分、秋分和夏字相關 是不是? 就是說 東字是西方的白虎 春分是用南方的豬雀 而夏字是用東方的青龍 而秋分是用北方的圓武去表達的了 那麼這一個就是我們解釋了 其實這一集 這幾張sled就解釋了 這些青龍白虎原武的豬雀是怎麼來的 那麼建築中怎麼用呢? 龍炳兒教授就在風水中做過這個定義了 按照風水這個原則 這幾張sled 理想的建築環境應該是潮濫的 並具有以下的地形特徵 山丘應該連成一個丘字形 而後邊山要擋住來自北面的航空 而左右兩側應該好像手臂一樣環繞著兩側 前方應有開闊的視野便於通風及陽光進入 這裡就說厲害了 比例上青龍月白虎的高鷹為三比二 而豬雀的位應該是平坦的 原武則是高頌的 這個就說了 其實青龍白虎的豬雀原武 代表著東西南北 代表著建築的前後左右 它其實建築對於一個環境 就是一個建築對於前後左右的環境 是有一定的要求來的 而且它不是亂來的 後邊的原武位 或者北面的原武位為什麼要高呢? 因為要擋住來自北面的風 前面的位置應該開闊 變於通風和陽光的進入 豬雀的位置應該比較開闊 這其實不是風水裡的一些迷信 我們現在說的玄學 其實不是的 它是很科學的 或者是自保以來 中國人應該這樣去看建築的環境 左邊的青龍和右邊的白虎應該怎樣呢? 一會兒我會解釋的了 看到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又可以用觀式建築去看的 這個是清朝的一些寧幕的一些形勢圖 是吧? 看到的寧幕呢 寧幕呢 其實它後邊是山 前邊是開闊的 左右兩邊是一個U字形這樣 U字形這樣包圍著它 好似兩隻手這樣包圍著它 好似兩隻手這樣包圍著它 是不是? 那麼前邊和後邊呢 我們可以理解了 後邊擋著風 前邊應該什麼? 應該開闊的 那為什麼青龍和白虎 應該一個高一個低呢? 是不是? 就是說建築的左手邊 為什麼應該是高於建築的右手邊呢? 我們看看這個荔枝窩的圖 是不是? 為什麼建築的左手邊呢? 它的左手邊和它的右手邊 為什麼是一個高一個低呢? 為什麼左手邊要高於右手邊? 左手邊我們剛剛說的什麼? 是青龍 青龍 龍位為什麼要高於什麼? 白虎位呢? 是不是? 為什麼左邊要比右邊更加重要呢? 是不是? 那麼這個呢 其實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 人的心臟在哪裡? 在左邊 是不是? 所以 中國建築 穿落也好 它其實好像人一樣的 我們的祖先認為 左邊是心臟跳的地方 是比右邊更加重要的 左邊的青龍應該比右邊的白虎 東邊的青龍應該比西邊的白虎 另外一個是什麼? 除了人之外 大自然怎麼樣? 日出哪裡? 日出東方 日落西方 東邊的青龍是代表日出 一日的開始 一日的希望 是不是? 所以它更加重要的 日出東龍 是不是? 日出東龍 是不是? 建築裡面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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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去到北京寺近城 它是什麼? 建築王城的左邊是什麼? 射職廟 不是 左邊是祖宗 左主優司 左邊是祖宗的廟 右邊是社職的 是不是? 如果我們去到佛寺 是什麼? 左邊是宗古 右邊 左邊是鐘樓 右邊是古樓 中樓和古樓 佛寺裡面左邊是鐘樓 右邊是古樓 為什麼呢? 神中莫鼓 早上我們打鐘 聲音是很清脆的 鐘是代表一地的開始 神中莫鼓 馬上我們打鼓鼓 就是沉默的聲音代表一地已經完結了 所以鐘鼓 鐘鼓放在哪邊 放在乘坐佛指的左邊 而莫鼓呢 鐘樓還是莫樓 放在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 那你去到四峽園裡面 四峽園裡面 左雙房和右雙房 左雙房 左雙房一定是長子住的 右雙房可能是另一個兒子住的 中國傳統裡面有句說話 什麼是左尊右鼻 其實這個整個都是一個系統 完全連繫在一起的 去到建築也一樣 青龍白虎也這樣去看的 也這樣去看的 所以這個是荔枝窩 是1963年的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荔枝窩的村落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 它後面有一座山 它是高的 而村的左手邊其實是沒有 那些村民是特意 或者是 特意在這裡種了很多棵樹 保護這個樹林 而我們去到那時候 那些村民都會跟你說 這個是一個風水林 是不能斬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追蹤這個環境 中國傳統建築對環境的一個要求 就是左邊的青龍 高於右邊的白虎 而前邊就保住一個非常開闊的 什麼? 朱雀位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傳統建築 對於環境的一個反應 對於環境的一個反應 前邊開闊 朱雀位要開闊 後邊圓舞位是要高的 而左邊的青龍位 而右邊的 而右邊的 西方的白虎位 就要低一點的 所以這個是 跟我們中國傳統建築的問題 對於環境的一個理解 對於通風 對於陽光 採光的一個要求的一個理解 所以到這裡 中國傳統建築的尾 特別是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的尾 在哪裡呢? 結構 它的結構 它的營製 和它怎樣去反應環境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一個建築 不單單只是看它外面的屋頂 看它一磚一瓦 看它的臨面 而去 我們應該要去知道 一座建築是包羅漫長 除了將師 一些營造的秘訣 除了他們對環境的一個理解 還有他們怎樣令這個建築 用不同的道量的方式 是令到這個建築是符合 那個主人的要求 以及符合環境的要求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建築 其實它真正的尾在哪裡呢? 除了裝飾之外 除了它一磚一瓦之外 其實它裏面的結構 形態 以及環境的反應 其實才是真正它的尾的地方 而這些尾在哪裡呢? 很多時候 都是在將師的營造的口訣裡 而我們在文字上 在文字上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一種尾是一種隱藏的尾 鄧廣如江池的一個天整的位置 是不是? 橫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傳統建築 它真正的尾其實是隱藏的裡面 在這裡呢 我也想借用林威恩先生 在1930年代 在梁思成先生的一本 清晰形造質例的書裡面的一段說話 作為一個結論 他當時30年代 林威恩先生就覺得 中國傳統的尾應該是一種全壇之尾 全壇之尾就是怎樣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真一分則太長 真一分 一分如果到兩行來說 就是怎樣 零點 即是三分那個位置 都說太長 一分則太短 他說 論建築信的尾 當然是他的輪角色彩、材質等等 但是他尾的精神所在 其實應該是他的權衡之中 他的長和短的比 平面上各個大小的分配 和立體上各個體積 和各部份輕重的軍等 正所謂真一分則太長 一分則太短的原料 這個就是中國傳統建築 一個真正尾的地方 這個是關於今次的講話的 一些參考的文獻 接下來我會把舞台交給 我的同事Dr.Kentau 會和大家分享 這個現代科技是如何 這個文物保育 是由二位走入三位的 多謝大家 你好 聽到嗎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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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今天 謝謝Edwin Dr.Edwin 謝謝 今天很開心 我有教授 我是Dr.Kent 今天首先要多謝 就是《古籍古物辦事處》 在大日子 《國際古籍為止日》 邀請了我們Dr.Edwin 和Dr.Kentau 代表Dr.Kentau 和大家分享 一些經驗和知識 我講的題目 就是剛剛提到的 現在現代 大家都知道很多 3D科技 究竟對於這個文物保育的工作 究竟在應用的過程各方面 是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我小時候 很開心可以跟到 之前我的師父 我的先生 許卓廷博士 做過不少的一些古蹟的紀錄 例如天后會 等一會 我都會有少許分享 我會喜歡 Share Screen 我現在先設置 Share Screen 的導發方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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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大家應該看到我面前的這個 施錄 好 希望你看到我的樣子 因為待會我會 展示一些資料 OK 好 正式開始了 今天說的題目 就是說 現代的3D科技 已經在這個文物保育工作 發揮了一個特別的作用 而在流程方面 也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幫助 簡單來說 例如以前 以為平面 到現在 我們有很多科技 可以將它由平面 變成立體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我今次 希望可以在這個 短短的一個 中度的時間 可以分享 盡量分享我的看法 我的經驗 和我做過的一些 所知道的一些科技 今天 最主要其實就是想分享 文物保育工作 三支 三維科技 究竟是 如何推進 更加快 更加容易 更加豐富 當然 大家都知道 文物保育工作 絕對不是很簡單的事 它涉及的範疇 和他們的工作的內容 是很複雜的 我就嘗試用一些簡單 好玩一些的方法 和大家分享 這個 三支科技的應用 所以我就 很簡單 就把這個 文物保育工作 分開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 就是大家 通常 進行這個 文物保育工作 都會有這個 不同的階段 第一 就會有這個 測量 簡單說就是 收集資料 第二個 就是 收集到資料 我們怎樣去 做這個 傳檔 這個傳檔 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 那個 會有個資料 演示的 就是我們 怎樣把我們 找到的資料 去再應用 或者再去 演示給其他人知道呢 在這三個 文物保育工作的階段 我就很簡單歸納了 這三個 我就會去 直接今天 去跟大家分享 好的 好 好 好 那 這個 當然 我們 了解 3D 科技 之前 當然 我也要說回 之前 叫做 二維方法 究竟 在這個 保育工作 不同的 家庭 究竟 是什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 要看一看過去 才知道 現在的進步 OK 那 所以 我就會 先說一說 以前 叫做 2D的方法 是怎樣做 這個測量 記錄 傳檔 和資料 之後 再和大家 分享一下 現在的科技 是 例如 這個 3D 立體掃描 就是我們 3D 掃描 和我們 會利用 一些最先進的 數據模特兒 我們找到的資料 和 究竟我們演示的時候 更加好玩 3D 打印 AR BR 那些 稍後 會和大家一起玩 好 OK 2D 以為方法 就是 3D 解釋 很簡單 我們很快 去 回顧一下 以前 是量尺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看到我的 鏡頭 我的樣子 我手上拿了一把尺 出來的 如果我們去到天后廟去量度一些尺寸 做一些紀錄的時候 真的用一尺 每一個角落都去量度 如果那個物件是正正方方 就容易地量度 所以 好像 有些人 有些朋友 在這裡 好 那 就 當然 以前 就 用相機 現在就 拍手有手機 以前就是 相機的 去 去記錄 那個物件 記錄那個現場 這些方法 都是 我們那時候最常用的方法 來的 OK 我們找到資料之後 想要怎麼做呢 以前 當然是用手畫 畫一些平面的圖紙 以前用飛林相 就曬一些照片 現在就做馬化了 簡單說 我們 去到天后廟 要去很多人 因為有很多資料 要去拍照 又要去拍片 接著就要去量度尺 一邊量度的時候 一邊就記下那些尺寸 接著 第二個階段 就回到辦公室 就把這些 記錄回來的資料 將它 匯替成一些圖紙 那時候真的要拍很多 因為 大家都想像到 一個物件 立體的 就算是一個四方盒 我都起碼要拍不同的角度 最少都要拍一二三四五 五張照片 才能拍到一個 叫做正方體出來 做了一個紀錄 所以 一定要 動用到以前 很多碑林 現在 數據就好一點 就可以 想它簡化一點 但是 都是需要很多 一些記錄的記憶 就是一個記憶體 這樣 OK 那麼 圖紙就 已經去到這個 我的後期 都好一點了 就是不用用手了 都會是 叫做 用一些電腦的 AutoCAD 一些 繪圖的軟件去做的 那麼 大家都會 都知道 就是 都是平面的 平面的意思就是 可定要是 不同角度 我們叫做 不同的立面 正面 側面 橫徹面 後面 上面 不同的 不同的面 我們叫做 立面去 才看到 一個實物 究竟不同角度 的 一些資料 OK 那麼 這個是 以前的 做法 那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大家如果 做開 揮圖 應該都會有所認識 對 這個是 AutoCAD的 軟件 已經好多很多了 因為之前用手 現在就是 用電腦軟件 去做的 對 當然 其實 簡單說 它都是一些 平面的事情 而已 那麼 究竟現在 3P的 其實是怎樣 在製造 一些紀錄的時候 究竟是 用這些 軟件 但是 待會兒 到下一部分 我就會再 和大家 比較一下 和分享一下 OK 我們剛才看過 我們很原始地 拿把尺 去量 量 然後拿個相機 去拍照 之後 回到office 去圖 然後 之後 我們 做完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 怎樣 把這些資料 去 演示給 大家看呢 都是很簡單 都是做一些很平面的 報告 這樣的意思而已 那麼 很平面的 一些 一份報告 有不同的圖紙 有這個 將一些照片 將它 記錄在一起 這樣 那麼 大家 可能會想像到 就是其實 拍照的角度 拍照的數量 其實未必可以 真的 完全記錄了 那個物件 或者那個空間的資料 意思是 要拍很多照片 就算拍到 大家可能也知道 相片是沒有一個 比例 那麼 意思呢 那個 尺寸 其實不清楚 當你做 復收的時候 就會遇上很多困難 就是 那個位置 我沒有拍到 那個位置 那個尺寸究竟多少呢 那時候 可能 漏洞了 都不出去 所以 在這個 用以前 我們叫平面的做法 但是呢 其實有很多地方 是 有很多不足的支柱 所以 這個方面 就 sorry 就經歷了很多的 叫做 當然 這些工作 是 叫做辛苦的 但是呢 也都 記錄了很多以前的資料 好 好 幸好呢 我可以再 叫做 肯定的就是 就算之前的資料 都是平面 但是我們 亦都可以透過現在的技術 呢 將這些平面 將它 變成立體 那 那 那個 做法呢 我現在 就開始 去和大家 分享一下 OK 那 現在就正式去進入 這個 3D科技的年代 那 在這個 文物保育工作 不同的階段 策略 調查 去到 全黨紀錄 去到這個 資料 這三個 不同的階段 究竟 3D 其實怎樣 在 怎樣 應用 呢 OK 那 以前 就扭把尺 去讀的 那 如果那個物件 是正正方方 都還可以 那 但是 當那個物件 其實是 一個 不是正方體的話 其實 都很難 能量到 那個尺寸出來的 那 現在呢 就方便很多了 就 透過這個 這個 3D立體素描 就可以 一次過 記得是一次過 將那個物件的尺寸 它的顏色 一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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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記錄 一次過 去 拿到 那 所以這件事 就 厲害了很多 例如 我會在這裏分享 就是 那個3D素描的技術 簡單來說 就有 叫做激光素描 和 相片攝影素描 但是 這個技術 我不是今天主要講的東西 所以 所以 我就不會 好心去講一下 他們本身的原理 但是 就 想 叫做 究竟 立體素描 是什麼意思 如何 一次過 拿到 尺寸 和 顏色 究竟 是什麼意思 例如我們眼見 這張 不是一張照片 是不是 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 3D素描 得到 力 的 一個 一個 給大家看 OK 我試試看 看看 會不會 在這裏 好 大家 以為 這個 都是一張照片 的 其實 它是一個 3D素描的影像 我們可以 在裏面 又不容易 去看不同的角度 我特地 退後些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 它是 原來 它是 那個樣子 我們得到的資料 其實是這樣的樣子 OK 我都可以在裏 分享一下 再多一點 這個 3D素描 的一個 得到的數據 因為其實 是 非常之 精彩的 這個軟件 叫Brander 是一個免費的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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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興趣 學習這個 3D 一些 模特兒 可以去看看 一個 一個 掃描回來的 數據 我們開 一個 另一個 模特兒 因為 這個 也有 OK 其實 意思 簡單說 平面 拍照的 就是一張照片 現在 就把 它 立體地 組合在一起 所以 它們的 尺寸 是一個 3D的尺寸 一個 立體空間的尺寸 就已經 一次過 拿去 包在它 裡面的 顏色 所以 我們 這個 掃描回來的 模特兒 就比起 以前 每一個位置 去量度它的尺寸 拍攝 照片 那個 流程的時間 相對 大了很多 這個 這個 其中一個 科技 3D 數目 帶來 這個 資料 搜集 策略 調查 這個 工序 簡單說 是一個 很偉大 也是 很厲害的 科技 有了這件事 將來 我們之後 簡單說 我們可以 直接把 這個 3D 送來的 數據 直接去做 一個 傳檔紀錄 將來 我們需要進行 例如 一些 維修 的時候 我們就開 這個 模特兒 看看 有一個位置 要做 維修 我們 尺寸有多少 因為 這是一個 立體的模型 我們可以量到 它的尺寸 所以 對於 那個 其中 保育 最重要的 維修 工作 這個 3D 數目的資料 就可以很 全面看到 那個 數據 相對 相對 一張 照片 一個角度 那個資料 是真的 幫助很大的 OK 但是 大家 如果再細心一點 留意 它只不過 是 可以當作一些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技術 怎樣 好像很多張照片 將它立在地上 組合 一陣 換句話說 我是 不可以 將 譬如 將椅 抽出來 將 地板 抽出來 這個 在這個模型 是做不到的 換句話說 稍後我再分享的就是 我們會利用一個叫做 BIM 建築 信息 模擬 將我們現在 收集的資料 將它 變成 可以 將它 不同的 物料 不同的 配件 將它 分緩 分開 去做記錄 稍後 很快 可以分享 那個 那個 我們叫做 BIM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究竟是 什麼意思 Anyway 這個已經是一個 非常之厲害的 一個資料搜集 科技 來的 OK 那 我們 接著 可以 再繼續分享 這個 3D 掃眠 我們知道 可以一次過 去拿到 尺寸 拿到 它的顏色 各方面 的資料 那 其實 只要我們調教一下 激光的 不同的 行動 我們是可以 掃描到 不同層次的 資料 這個有點複雜 但是 今天 可以很詳細地 和大家 深入 去分享 例如這個 project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的 就是 這個 是 是 有一個 直升機 有一個 死人飛機 在上面 做一個 激光的 立體送业 它 是 透過不同的 頻度 一個激光的 頻度 它就可以去做到 譬如 它本來是一個 很多樹林的 但是它 掃描 它就可以 取消了樹的資料 甚至乎 去到 那個 土地 就是 地面 在下 地面 地面 地下層 的資料 它都可以透過 激光的 動物去取得到 就像X光 X-ray 這樣去 看到一些 我們正常 是肉眼 正常的照片 看不到的 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 大家看 這個 這張 這張 鏡頭 看到 右邊 看到 本來有很多樹林 本來有些 草 但是 透過這個 3D數目 原來是可以調教到 是看到 一些資料 是 再深層次一點的 這個 就透過這個 立體的素描 就揭示了 原來 如果不 還有很多 很珍貴的 一個 資料 是埋藏了 在樹林 甚至在 這個 地下 那裡 那麼 或者有機會 有時間 再分享 多一點 這個資料 OK 那麼 剛才提到 立體素描 其實有 激光素描 也有 叫做 攝影測量 的素描 這個 其實 那個 科技 原理 有少少不同 但是簡單來說 這個 就是 將不同角度的相 不同角度的相 將它透過一些 電腦眼鏡 將它組合成 一個 立體的 的 投案 那個結果 就跟剛才 我去示範給大家看 那個 3D數據 收回來的 那個 立體無言 其實出來的效果 是差不多 那麼 而我現在 這裡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原來 這個 就算用相片 去做這個 相片 拍完照 跟著透過拍片 之後 製作之後 變成一個立體的模擬 那麼 也都是可以 去拍攝的時候 是用這個 例如 紫外線 去拍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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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就是說 透過紫外線 我們可以深層次 看到 在我們 左手邊 看到那個 石像 原來 它 透過 因為經過時間的洗奶 有些用料 有些硬料 我們肉眼看不到 但是透過 紫外線 我們是 看回 原來之前 有些 有些 不同的材料 有些貴重的材料 曾經用過 有些硬料 用過 那麼 就 透過這個技術 我們就可以 除了 好像剛才所說 一些彩色的圖片之外 原來我們 透過再深層次 不同的光線 不同的光譜 我們可以再 拿到更深層次 更多的資料 而它是 以一個 立體形象 去 顯示 去記錄回來的 好 所以 我們 在這個保育工作 第一個 去搜集資料 我們現在 就可以用一個 3G掃面 這個 波及去做 比起以前 真的 要拍照 要拍很多照 還有 讀好 讀好資料 這個 是 快了 還有 是 會 會 更加容易 理解到 那個 資料搜集到 回來 因為它是 一個 立體的 OK 好 那接著 我們 搜集到資料 剛才提到 就是 我們 剛才 我沒有介紹到 那個 其實是一個 林登的 一個小教堂 小教堂 探索了 掃描 掃描 資料 你看到 剛才 我有提到 就是 它好像 很多照片 將它 立體地 拼建出來的 一個檔案 但是 它 譬如 那張照片 它的地板 它是 不可以分開的 它 它 是一體的 那 在這個 全檔 那方面 本身 一個 掃描 的資料 檔案 其實都很足夠 但是 如果我們想再 進一步 去 對於 古蹟古文 再深入些 去分析 再去 做一些 更詳細的紀錄 我們會 我們會 再 花點時間 去搜集到 3D 掃描 的資料 去 利用 BIM 這個 建築信息模型的方法 去記錄 有可能 大家都 了解過 是 什麼叫做 信息模型 但是 如果知道的 就當作 溫習一下 如果未知 我就可以在這裏 作出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示範 好 簡單的說 就是 它這個 軟件 它都可以是一個 立體的模型 而它 可以 360度去看 了解 這個 空間 而最重要 就是 它每一個 都是一個 配件 就是說 譬如我現在 按了 它這個 層柱 在那個 左手邊 它會顯示 究竟這個 物件 它的尺寸 它的材料 究竟是 什麼 意思 我們看到的 不是單單 線條 這麼簡單 是真的 包含著 有很多資料 在這裏 一個 一個模型 我們有了這個 模型之後 我們就可以 用它來製作不同的分析 一些 大家會容易看的 平面圖紙 這樣處理它 做一個 綜合性的紀錄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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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想 直接這個時間 再深入 一點 講一下 這個 我們叫BIM 這個 建築信息模型 究竟跟我們之前 用那個 AutoCAD 那個分別是怎樣 那 我試試 開一開 看看能不能開到 給大家看 那 所以 我們就 這個 要做 有兩者 對 有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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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用這個 例子 如果不是,就很難表達到究竟是怎樣處理 這個file也需要少許時間去顯示 大家等一等 在螢幕上的右邊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AutoCAD的一個軟件 大家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可以怎樣形容它呢? 它是線條來的 它全部看到的,我們畫的全部都是一些平面的線 剛才看到左邊的那個就是一個包含著很多信息的一個軟件 例如我現在按了,大家可以看我的螢幕的左邊 按了那個物件,它在這個 這個properties,就是它的資料那裡 就會顯示它屬於的尺寸 屬於的,甚至乎是顏色的各方面 甚至乎是哪間公司做的 都可以同時包含著這個物件那裡 所以如果簡單一點 以前是平面的 右邊是平面的,全部都是線條 一條一條線條 一條一條線條 但是現在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它不是線條那麼簡單 它真的是一個物件來的 它的物件是在一個模型中 在一個模型中是包含其他一些資料 OK,那或者詳細那裡 我們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這個 這麼厲害的一個紀錄方法 OK 好,那我們去回這個 去回一張slicing 好,簡單一點說 剛才我們這個最新的科技 透過這個電腦掃描 它拿到一些資料之後 如果我們想再深入一些去 運用這些資料 我們是會建立一個 建築信息模擬 剛才去顯示給大家看的那個模擬 那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一次過放進一個檔案裡 我還訂一次說 就是把所有信息 放進一個檔案裡 相對以前 可能要很多張照 要很多張圖 才會看到我們要紀錄的訊息 相對來說 現在一個檔案就包含了 其實是簡單很多的 好 好 好了,去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這個 我們用這個3D掃描去拿到很多資料 這次我們也可以 透過這個 CIM這個電腦模型 把它重新去 阻合 重新去 匯制 重新去 整理 形成 集合所有資料 到一個 模型那裡 這個紀錄 這個紀錄 用一個檔案去做紀錄 其實都是一個科技 對於我們文物保育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因為我們去到現在第三個階段 我們怎樣去運用這些資料 怎樣去形容它 其中一個最常見在保育工作那裡看到的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復收的 簡單的說 就是 我們之前有一個 拿到一些資料 立體的資料 那 那個 那個 估值股物 隨著時間 可能有些破損 那我們 作出維修的時候 現在就會簡單 相對簡單 可以這樣 因為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畫面 說 有個 標數它 爛了 那 以前 就 沒有這個 三標數苗的資料 就是 需要 插回以前的照片 希望 那時候拍的照片 足夠的角度 還有 有基本的尺寸 我們就可以 猜到 猜到 究竟復收的時候 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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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去俯收 那個位置 那 是很困難的 非常困難 但是 現在 因為 透過這個 3G掃描的 資料 就 已經在了 檔案上 它是 立體的 那我們 只要把 之前 掃描到 完整的 一個 立體 模型 再 再將現在 擴選了 再做一次 掃描 將這兩個 檔案 重疊 透過一些電腦技術 我們就可以 雙減 破壞了 那個部分 然後 我們就 不需要想 尺寸 不需要 去 塗上一些照片 塗上一些尺寸 因為 那個 破壞的地方 我們可以 透過3G打印 直接打印出來 就可以 做到 一個 更 真實 更容易的 一個 復修的工作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 3G打印 其實 非常厲害 也 可以 透過 3G掃描 之前 拿到的資料 可以 直接 用3G打印去 很簡單地 做到一些 復修的方法 好 OK 好了 那麼 接著 就 大家應該都聽過 叫做AR的東西 我們在這個 怎樣去 運用 怎樣去演示 我們拿到的 一些3G數據 所以 現在 就 做 好彎很多 因為 以前 只是這樣看報告 很平衡 但是 現在 很立體 甚至 可以 將 那個物件 透過AR 在你家裡 看到 我就 做了一個示範 大家可以 試一下 我們欣賞的是什麼呢 例如 我做了一個 兒和園的 一個兔子頭 一個 AR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古文 想認識它更多 如果 就這樣看照片 它是呈現的 照片 我又看不到 它後面是怎樣的 側面是怎樣的 側面是怎樣的 看照片 我又不知道 其實它有多大的 真的不知道 對於 欣賞 古蹟 古物 一張照片 總是有一些 它的限制 這樣 多得 現在的 3G技術 普及 還有 手機的 手機 手機 一些 科技 都隨著 進展 大家其實 可以試一下 就是 我 在這個 當然可以試一下 送完這個 QR Code 最後 看一看 我現在播的影片 看看 其實怎樣 怎樣 怎樣 將這個 兔子頭 在你家裡 現在的地方 展示出來 去欣賞它 那你掃描了一個 QR Code之後 就會去到這個版面 視乎 那個 網絡 有多快 正常 三分鐘內 就會顯示 到 那 情況就是 咦 就這樣看一張照片 你就可以 真的在不同的角度 去欣賞 一個 古蹟文物 又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所以 這個 AR這個 技術 是對於 文物保育的工作 給大家 給大眾去認識 這件事 是幫助得很多 我就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去嘗試 做一做這個 做完這個 QR Code 然後 嘗試 會不會 見得到 這個 兔子頭 在你們 那個 地方那裡 展現 當然 如果你們遇到一些 做不到 或者有些困難 那可以 有一點時間可以在那個 天室那裡問一問 是否做不到的 因為 因為 真的要試過 你才知道 原來 是 這麼好玩的 相對 就像以前 看一張照片 來說 這個 AR的技術 是 將你 跟那個 古蹟的距離 拉近了很多 或者 兩三分鐘 大家 試一試 遇到困難的時候 歡迎 去看一看 我亦都趁這個時間 回答一回 有位朋友 在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3D掃描 拿到的資料 可不可以直接 去導入 到CIM的軟件 是可以導入的 但是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 不同的配件 例如 把椅 分開 把地板分開 這些 是需要另外的工作 來的 但是 有個好處 因為 本身 3D掃描 它是一個 立體的模型 所以 你做 你重新畫過 張椅子 重新畫過 地板 相對 來說 是容易很多的 那麼 希望我在這裡 簡單可以 可以 回答到 這位朋友的 資料 OK 好 好 因為 我們這裡 用Zoom 就 和大家的 互動 沒有面對面 那麼好 我覺得 我希望大家 掃描到 KR Code 也都已經在 自己的地方 那裡 看到 那個 導仔頭 去慢慢欣賞 好 OK 除了 好了 那我 或者繼續 去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 3D的科技 去幫助到 文物保護工作 的一些 應用 和 展示出來 好 OK 那麼 好了 那麼 OK 剛剛說的就是 可以3D打印出來 變成實物 也可以透過 AR 將它 帶到你面前 慢慢欣賞 然後 另外一個 大家 應該聽過 到現在 都很熱的 就是 VR 和 這個 一個 最 時興的東西 的科技 那麼 VR的技術 就是可以 透過 一些 像這樣的 VR 一個鏡頭 去親身去體驗 那個 那個 虛擬的環境 那麼 做這個虛擬環境 如果你用3D scan 的話 那就方便快捷 很多 那麼 當然 是需要有一些 軟件 將 你的3D素描的資料 去做一些處理 後處理 這樣才可以 很簡單的 用到這個 VR的眼鏡 就 親身 叫做 推移地 親身體驗到 那個 地方 那麼 所以 大家會看到 就是 那個科技 是 互相緊扣的 互相緊扣的 那些科技 那麼 會看到 會看到 這個 由 收集資料 3D素描 收集到之後 我們在後 處理 可以用AR 用AR 用AR的模式 甚至打印出來 其實是互相緊扣的 那些科技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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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朋友 在療精室 很有興趣 問 剛剛的AR 圖像 應該是 資料上 應該是 十二 新肖的 兔子頭 來的 我剛剛的資料上 應該有少少錯誤 說了 兒和丸 是嗎 OK 應該是 嚴明丸的 好 那麼 對了 那麼 除了 這個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那個 這個配件 就不能和大家玩 真的戴著褲子眼鏡去看一看 VR 那個 體驗這件事 但是 我相信 未來 會有很多機會 透過VR 去做很多 保育工作的一些 一些 演示 一些 一些 大家去參與 的一些活動 那麼 所以大家 現在就 拭目以待 了 那麼 去到最後 這部分 我就 準備大家 玩一下 就是 剛才 叫做 玩過AR之後 是可以 試一下 進入這個 螢宇宙全世界 這個 阿門 鄧氏中 的 意思 就像 大家玩 字 遊戲 這樣 換句話 我們可以 以一個更有趣的形式去推廣一些文文保育的工作 甚至乎是用一個遊戲去處理 那 怎樣去看呢 OK 那 我 待會兒 其實這條 連結 就 在螢幕上顯示了出來 現在 我就 看一看 那個 怎樣玩法 我們 我們 將這個 鄧氏中 字的 模型 就把它 簡化 然後 就好像 做了一個 遊戲 那樣 大家就可以 在裡面 隨意參觀 的 那 當然 其實也可以 進進一步 將它 變成一些 遊戲 例如 好像 一些尋寶遊戲 看到地上有些東西 有個 USB 這樣就 撿了它 那 就 可以 變成一些更有娛樂性的一些 教育的方法和工具 OK 那 就 因為 我覺得 這樣看片 就 差點 的 試試 將那條 連結 放在 連結室 那 大家就可以試試 進入 那 要提 就是 它 那個 下載 都要 三至五分鐘 而 下載 下載 之後 那個 控制 就在 螢幕的中間 底部 那 當 一些地方 可以 去 尋寶的時候 就會 有一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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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 這樣 當然 現在看到的 一個 那個 推移世界的 下門 鄧氏 中置 是比較初步的 因為 這個 都是為了今天 而簡單作出一個 展示 OK 那我試試看 進去 聊天室 讓大家試試 進去 玩 一玩 好嗎 OK 我 也 因為 需要時間 去下載 那我就 將 那個 陣事 公字 那個 全世界 放了上去 螢幕室 那裡 大家可以 按鈕 進去 就會 玩到 剛才那個 螢幕室 就 我們都 趁時間 回答一下 朋友的問題 請問 這些 AR BR有沒有聲音 其實是 有聲音的 當然 作為一個簡單的演示 今天 我就沒有特別 加些聲音 進去 絕對是 可以 利用到 這個技術 豐富 那個 體驗 包括有聲音 也都可以播片 但是 這個 有機會 可能在 自己 再有機會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 怎麼去 利用到 AR VR 全世界 去進行 這個 推廣文物保育 工作的 更豐富的節目 沒錯 回答另一位朋友 就是 那個 全世界 是 夏川 沒錯 這個資料 是對的 夏川鄧市公子 OK 如果大家 下載 的時候 遇到 好像 兩三分鐘都不見 大家可以試試 再重新它 正常 reload幾次 應該都可以 如果做到 大家應該會看到 現在的畫面 控制就是 在螢幕的中間底部 推薦 放手 停 轉左 好 那 我想 如果大家 玩開遊戲機 應該 這個控制都 要 合適的 對了 那麼 剛才 我們可以 也都可以透過 現在這個 我畫面 進入了 那個 夏川鄧市公子 那 就 進入了 那個 大門 我們 叫 如果大家 有 讓大家 記起來 其實 有兩個庭園 三個 三個 廳 我們現在 第一個 廳 我們叫 一進 接著 之後 看到這個 平衍 這個 平衍 我們 這個地方 看一旦 一進的地方 接著我們 就會上級 進入 另一個 中廳 我們 看一旦 看一旦 前廳 和 就是 第一進 的 廳 和 平衍 和我們現在 新住的 中廳 也叫二進 就是 進入 中廳 剛才 剛才 特 阿里 有提 過 過白 所以 看到 我們從 第一廳 前廳 到現在 中廳 其實 是 上級的 因為 其實 平衍 相對來說 比較窄 正常 這裡 其實 有一些 屏風 當然 為了減化 我就取消屏風 之後 就進入 另外一個 天井 或者叫庭園 也有幾級 上去 後廳 這個後廳 我們為之 叫做 三進 所以 簡單來說 這個叫做 三進 兩院 的設計 來的 OK 那 用句話說 其實我們可以 嘗試用這個 有趣的形式 去介紹一下 古跡 古跡 古物 的空間 大家一起 進去看看 所以 這個 科技 對於 推廣 古跡 物 也會 更加 娛樂性 和更加 可以 立體 3D 去 體驗到 那個空間 那當然 如果 再 把這個 模型 深化 去做 多一些 窗花 設計 和 裝飾 那方面 可以更豐富 去補達 讓大家更容易欣賞 這個 古跡 古物 好 好 到最後 可以 剛才提到 可以 去到 這個位置 看見地下 有些東西 好像可以拿到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 手掣 正在 走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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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就不在這裏按了 大家 有興趣的 試試按一下 這個 USB 這個按鈕 就是在大家左手 的按鈕 就看看 會去哪裏 好 OK 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 用一張 策略 總括 這個 3D 打印技術 究竟在推進了 民民保育工作的流程 是 如何去推進 到呢 總括一下 在那個收集資料的 測量 其他那裏 我們可以 很簡單 3D掃描 真是 很快 很全面 一次過 拿到它的尺寸 拿到它的 顏色 的 資料 我們都 可以透過 再深入一些不同的 光譜 就是紫外線 或者不同 程度的激光 去 收集更 不同層次 更多方面的資料 那麼 在這個 全檔紀錄的方法 我們 亦都可以利用這個 只要一個電腦模型 一個電腦檔案 就可以 存齊 包含著 各方面的資料 那麼我們 將來要去找一番 資料的時候 也都可以 很簡單 開一個 電腦檔案 就找不到了 當然 最後 更加有趣的 就是 我們可以 3D打印 一些實物出來 尤其對這個 復修的工作 是更大的幫助 另外 對於 推廣物物的 體驗 我們也可以透過 AR VR 去 展示出來 更加有趣 好 那 我 分享的 或者 暫時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 藉著 今天 的 國際 維織日 這個大日子 了解更多文物保育 讓我們一齊為文物保育多出分離 那 我將這個時間交給 請 謝謝 Dr. Ken 和Dr.Erin 今天 非常精彩 多謝你們 為我們帶來這麼豐富的講座 其實 一直以來 都有不少的聽眾 觀眾 其實都問了不少的問題 現在我們以下 都有一個問答環子 也都歡迎大家 繼續用Zoom的問答功能 來問問題 我知道 剛剛一直有 觀眾問問題的時候 兩位講者都很好 一邊看到 其實都會有解答一下 一些問題 歡迎大家繼續問 現在我們也看一看 有什麼問題 剛剛 大家可能還未涉及到 其中一個 我剛剛 不好意思 聽不懂 太清楚 問VR 元宇宙製作的預算 大概是多少 這個 可否透露 不知道他有沒有回答 什麼樣子 多謝 多謝 你的問題 讓我看看 OK 做這個 VR 我想 我想 現在不太方便 在這個 題目去答你 因為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就聯絡 這樣 或者你 不緊要的 因為 很對不起 我現在這個 不是很方便 說得到 不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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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其實 都會是 一些 比較 重視三維技術的 活動 其實 我們最主要 都是 很想說一下 文物科技 因為 其實 我們做 古物舉之白事處 一直都會 做一些 文物補助相關的工作 其實 這個三維技術 也可以說 對我們的應用 有很大的幫助 而其實 剛剛說的 圓宇宙這個概念 我覺得 是很獨特的 因為我不知道 是不是 假以時日 當然現在 可能很貴 但是 不知道將來 會不會是 有一些方法 令到成本降低 變成 有時候 一些古蹟 不論如何保護 都好 可能它都會有一些位 有歲月的摧殘 之類 可能 我們如果 能夠做一個素描 將一些建築 古建 某一個空間 某一個時間 讓我們去做一個 虛擬的探索 不知道大家 覺得 這是否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 讓我們將來 是一個文物補助的大方向 OK 多謝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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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一個 訊息 原來 我的口罩 遮了很多聲音 不是聽到清楚 不好意思 OK 科技 一定會進步 價錢 一定會 一定會 有調整 我覺得 絕對是一件好事 就是 等於 例如一些 VR的工具 已經 開始 普及了 也 透過 很多公司 將 製造 元宇宙 這個過程 將它 叫做 我們怎麼說呢 將它簡化 大家 可能很簡單 將你的立體模型 upload 上去一個 一個地方 一個平台 它就可以 讓你 變成 好像 剛才那樣 你可以進去 參觀 去看 去做一些 叫做 interaction 即是 可能去到一個位置 去做些事情 看些事情 回答些問題 甚至可能 按個按鈕 它炸開了整個建築物 你看到地板牆 那方面的一些建築資料 這些其實 我相信 有些平台 正在做這件事 希望可以補給化 大家要做的可能就是 當然 需要製作到一些 3D的模型 但是 製作到模型 怎麼可以變成 大家可以進去 行這件事 其實這個 現在是沒有平台做到的 我相信 這樣會有 我相信 是不是都關乎一個數據 那個影響 即是 就算製作一個模型 但是 其實大家要實時同步 那些 譬如我們剛剛 坦白說 我們在ZOOM看的示範 其實 可能都未必是 這麼順暢 可能都會 一旦一旦一旦 這些都可能是 一些網絡技術的影響 是啊 因為 你見 其實我們 我剛才的模型 都是減化很多 因為 中國 古建築的尾 那個靚 是顯示不了的,因為那些資料是比較 叫做花數據,它下載、運作 它需要很多的數據,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5G各方面的速度不斷快很多 我也挺肯定,隨著科技的進步 我們去看這件事,去運作這件事就會順暢很多 當然現在也是一個叫做開始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那個方向和那個有意義 整件事可以推動民物,保育那件事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更有趣 更容易去體驗到那個空間 除了我們真的去那個地方之外 其實一定是要靠這個 年宇宙的方法 不知道Dr.Erin有怎樣看呢? 可以隨便分享的,除了剛剛說的三位技術 可能有其他的文化科技 如果值得分享的話,歡迎你給一下意見 其實Dr.Ken說到我們讀書的時候 去做古建築的一些研究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就是用最傳統的計尺 那些尺去量它的梁膏、柱膏 剩下的那些裝飾的扣件部分就有拍照 之後回來再手繪再畫 其實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過程 那現在這些3D技術的出現 其實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紀錄這些古建築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第一,我們做測潰就容易很多 第二,這些古建築其實來說是很脆弱的 因為木料本身是經不到時間太多的口感 比如說潮濕,特別是南方建築潮濕 或者是那些矮柱、蟲柱 其實都會令到這些構件去損壞它 所以3D我覺得是可以對這些消失 即是快要消失這些古建築 做一個數字化的保存 但是其實它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其實大家也都要…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潮濕建築中的物料是非常重要的 而3D技術其實是記載不到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這個是… 之前我跟Dr.Ken在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3D是一個好的 但是有一個不好就是這一方面 但是它是一個進步的手法來的 包括3D印一些構件去代替它也好 或者是用3D的形式去令到公眾對建築本身的了解 因為很多其實建築 其實有價值的傳統建築已經是很危險 其實進去你做測潰的那些都已經很危險 但如果用3D可以記錄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進步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沒有建築來講 特別沒有建築來講 謝謝Dr.Edwin 其實你剛剛這個分享 剛好就解答了其中一位觀眾的一個疑問 他就是問 有些人認為我們做這些建築 我們用這些技術 紀錄了一個古蹟的不少事物 但是這些技術又可能會失去了某一些的意義 可能就是你剛剛所說的就是我們是得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可能現行的技術的框架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記錄到所有東西 所以也都可能會有一些位置 我們就是記錄不到 就換個說話說 就是各位觀眾講的 可能失去了一些意義 我們講起這個測量掃描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就問 其實在做測量調查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情況來決定是用激光掃描 還是紫外線掃描 或者我回答一下 或者我回答一下 那個情況其實就是 師傅你想拿什麼資料 譬如很簡單 我這個掃描器 這個是激光的 它拿的就是拿到現實我看到的草飾 好像草飾相 但是如果你想再看一個表面 表面看不到的東西 譬如紫外線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X-ray 你可以透視到裡面 譬如那個膠素的表面 裡面究竟是用了什麼材料 可能它的表面有些顏色退了 其實那個顏色曾經用的材料 它是滲入了那些雕塑的尾粒 這個肉眼看不到 拍照拍不到 但是有機會用不同的光譜 例如紫外線 有些可能是紅外線 它都會看到不同的層次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資料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看看我們有沒有一些資料 我們想看 去選擇不同的容具 明白 明白 我再問一些歸古建築的問題 有位觀眾問 浩敬時期的古建築 根據什麼作規則? 因為我們剛才這個浩敬時代的古建築 其實是唐朝的 這個名字就是梁思成先生給他 就是將它定義為浩敬建築 剛才我們說 它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因為它的木構建都是受力的 每一個構建都有它本身的受力的力學作用 你應該先說它這個建築 根據什麼去建築唐朝的時候 現在我們就沒有問 因為講唐朝的建築是怎麼建的 講唐朝的建築是怎麼建的 我們可以借回 看看宋式的營造法式來說 我想是有一些 例如說唐朝的 我想唐落點裡面是有講到一些建築大概 例如說宮殿或者殿堂大概的一個龜塔尺寸 但是具體去到細部怎麼做呢 我想我們現在口夠不了 但是如果根據宋朝或者清朝遺留下來的經典記載 其實很多都是當時的師傅 根據自己的經驗去做的 包括在早期一些禮制的建築 他們會追回最早期的漢朝的時期一些經典 關於這些名堂 其實很多都是工匠 其實跟民間的建築是一樣的 所以中國傳統的建築 其實是一個大傳統和小傳統的 大傳統就是這些皇室的建築 那細傳統就是民居的建築 但是它是相通的 就是你剛才看到宋朝的營造法式 它其實都是民間的那些將師的那些口訣傳統的一個結晶 這位觀眾說是關於古建築的問題 他就問古建築的木料主要是用什麼樹木 這個就看各地不同的 比如說南方我們看到最多 我想規格比較高的一些白紙會用菠蘿格 那這種菠蘿格的木料相對來說 是比較硬的、比較好的 對於防蚁、防潮都會比較好些 那如果最高級的建築 比於說 因為我們知道南方是比較照濕的 那一些好的建築 它會用到一些鐵木 Iron wood 那最常見就是昆甸木 那這種木 大家都知道木的那個密度是少於一 所以通常的木是會浮在水上的 但是昆甸木它的密度是大於一 所以它這隻木是浮不起來 它會浮到水裡的 好的建築就是會用昆甸木 普通我們去到民居那些 最差最差就是沙木 那些其實是最差的鳥 但無論用什麼的木料 它其實用作一個建築靠建之前 它都要經過一定的處理 第一就是要風光 最簡單就是要風光 第二就是要浸不同的 那古時候是浸黃銅還是哪一隻鳥 這個我不記得很清楚 那它最主要的就是可以防矮 是要經過一定的處理 它才可以作為一個構件 明白明白 我們現在不妨問一些關於3D的問題 其實剛剛有觀眾問3D掃描 是可以做到多仔細 例如是多少mm 問什麼 問得好 那因為我們 那個 現在最新的那些科技 其實可以去到1mm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其實似乎 我相信很多科技都是有個增頸的 就是個數據 意思是可能 你可以很精細地送不到資料 但是你的檔案很大 大到你的電腦都承受不了 那所以呢 那當然 那是另一件事 所以如果直接回答你 其實它可以很仔細的 但是會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你越仔細 你的檔案的大小就越厲害 那當然 那當然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會是用不同的機器去做不同的掃描 例如我們一些很小的一個雕塑的物件 我們很小的 我們很細緻去做 就用某一種機器去做 但是有些呢 而建築物那個 可能它會用另一種機器去做 這樣嗎 明白 明白 那兩位港姐解答了我們很多問題 我趁這個機會呢 就做一個宣傳 也都是同時之間 解答一些其他觀眾的提問的 剛剛我就在聊天室那裡 就發了一條連結出來 那其實呢 就是剛剛有些觀眾 就是問一些關於工作方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開場的時候 就有提到 那其實呢 明天和後天的兩點半到四點半的時候 那其實呢 我們都是會有一些工作方給大家的 那剛剛那個網址 大家在聊天室那裡看到的 就是其實是明天和後天的工作方的一些宣傳 那分別就是 就是漏槍書簽設計 Cossover三圍打印的網上工作方 就會由Dr. Ken說 那還有另一個工作方呢 就是中式傳統建築 Cossover三圍無形拼砌的網上工作方 就由Dr. Edwin去說的 那我首先就很抱歉先啦 就因為呢 這兩個工作方呢 本身有一些工作方的材料 一來呢 就會有限 那二來呢 也都是我們有一些是需要事先 去派給一些報名成功的參加者 那所以呢 就現在就已經是截止了報名的了 那但是呢 我們也都呈商了兩位博士 那他們都很好 那就是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 即使沒有一些材料在手 那也都歡迎大家是可以繼續參加那個Zoom的 那就是 雖然大家就沒有材料的了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多一些的話呢 那也都歡迎大家到時候呢 透過這個連結參加那兩個工作方的東西 那好了 那最後我們再問這兩條問題啦 那我們回到中式建築那裡啦 那呢 有朋友就問 中國的古建築口術傳統方法 不但調查紀錄辛苦啦 也許可能有一些技巧和資料失存的 那會不會說現代的專家呢 這個其實都是現在我們研究中國古建築 傳統建築一個難題來的 那我想近這十年開始 由中國大陸也好 台灣也好 或者是香港也好 有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去找一些工匠 那就去 就是甚至有些人拜他為師啦 因為我知道台灣有一個老師我認識的 那就真的拜了那些師傅為師 根據學藝 那就將他的技術呢 用文字的方式記下 那現在有的 但是就非常可惜 因為其實 現在真正懂設計 真正懂設計的這些師傅 其實就不是很多啦 如果你去看到很多師傅 他說自己是大師傅 其實他不是的 因為剛才我在那個討論的時候說了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師傅 其實要經過幾十年的一個訓練 真的更慘 比要讀PhD這麼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重要的日子 這個國際古蹟遺產日 要做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 其實都是想跟大家 其實如果這些口術傳統 除了建築之外 很多手工業 其實很多都是用口術傳統去記載的 如果沒有那時候 如果我們這一刻 不再去珍惜 這一群像人的技藝 我們可能就永遠失去他們了 嗯 就永遠失去他們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民居建築 如何聯繫這個屋頂和斗拱和邊 其實它是沒有這個斗拱的 民居裡面通常是沒有 不會看到的 如果你現在去到其他地方看到 可能它是後期建築的 可能是那些工匠 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根據資助方的要求去建築的斗拱 但是實際上是執業的民居 一般來說是沒有的 那麼它怎樣聯繫這個屋頂呢? 最重要就是 立柱 柱上邊駕糧 樑上邊就要細樑上去 上去之後就駕泉 樑上邊就駕泉 樑上邊就駕泉 船上邊再駕泉 樑上邊再駕泉 船上邊再駕泉 這樣建屋頂這樣 這個就回答一位觀眾的一個問題 這位觀眾也同時問了一些3D的問題 問問問Dr.Ken 我們現在三圍的掃描先進技術 那其實能不能夠去代替 或者可能去取代一些工人呢? 因為現在常常說3D打印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這樣我們用3D打印 去製造一些物料出來 那就可以建屋啊之類的 問得好啊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我要先說 這個問題是 就算我們建築師也要面對的 除了這個叫做地盤的建造商 要面對 究竟會不會 簡單說 會不會 我們都沒有工作呢? 因為透過將來的AI 根本就可以自己設計 可以自己控制 那3D打印機 去製造那個建築物 那這個其實我知道 是有人在做這件事的 那但是 只能夠說 我想 希望沒那麼快啦 當然 這個也是真的看我們地上 因為如果純粹說 是3D打印一個建築物 其實已經是在做的了 那但是 它是不是真的叫做 取替到一些工人呢? 我相信 很可惜是有機會的 那 至於設計方面 就要看一下AI發展成 如果AI發展到 懂得自己設計呢? 那 我們就 唯有做AI的一些顧問吧 哈哈 很難想像 是啊 不過 什麼都有可能的 其實就是 那 最後 我問多一條問題就算了 那就是 有位觀眾就問了 那 我想問 中式建築 和西式建築 是不是都一樣呢? 就會有一個 就是 朝代變更的背景 而 因此 就令到那些建築 有些改變的樣子呢? 嗯 其實 我想這個是見仁見智的 因為如果我們 很普通地去看中國建築 你會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改變的 都是坡屋頂 都是斗拱 我講官式建築 有一個柱 有一個台機 那你如果對比 西式建築 是否由開始的 古希臘的建築 就 NRK 到了Gothic 拗奠 去到Renaissan Beru Rokoko 那些是吧 他每個時代的靠堂 建築 這個外觀都在不斷地變化 去對應那個時代的一些要求 這個等 中國建築 他其實一直它都保守著這個 這種 precise 這樣的 但是呢 你說它會不會變? 其實會的 在裡 usar 首先 trace 大到 curios 其實將師都嘗試如何做一些設計的手法 比如說去到元朝時,有一些感觸的手法 令開墓的空間更加大 我想這是有不斷的變化感 我想都是每一個朝代的將師 都是用自己的口訣不斷地改進建築的空間 其中有一個進步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也在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其實我會發覺在將師考訣上 就算是他自己的師傅傳給圖 我自己在師傅拿到的那套口訣 其實都不是完整的 我的師傅都會留一些空白的地方 師傅留白的地方,其實第一個方向 第一,當然是不想讓其他人拿到 他就學到那些秘訣 第二個,你的傳人其實應該有自己的誤性 你應該去加一些自己的設計 雖然這些設計可能是很細微的 但是隨著時間或者年代的九遠 所以這些變化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從旁去答到 為什麼中國建築這個變化 它有變化,但它實際沒有變化 但是每一個建築看似好像是一樣的 實際上每一座建築都是不同的 每一座建築都是不同的 尺寸不同,方位不同 方位它要看風水洞 每個主人也不同 它的裝飾也不同 它裡面請的師傅也不同 它的技藝也不同 所以它雖然說是千邊一律 但是實際上好像梁思成先生說的 它是千變萬化,包羅萬丈 嗯,很期待 Dr.Haren,你做完這個研究 記得告訴我們 就可以安排一下工作坊 也好,講座也好 讓你去分享多些這一方面的知識 還有一條問題,我自己回答了 剛剛朋友問,他們很想參加你們兩位 明天和後日的工作坊 就問我們的網集有沒有連結 除了剛剛我在聊天室發出來的連結之外 當然也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古物古籍辦事署的網頁 其實就可以找到相應的連結 參加明天和後日的工作坊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三個小時,兩位很辛苦 兩位就幫我們講了這麼多 關於中式建築和現代科技的知識 我們跟各位觀眾一樣 期待明天和後日可以見到大家 好了,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謝謝兩位,拜拜 謝謝,謝謝Alex OK